我们平时应不应该坚持每天喝牛奶 或者有些粉丝朋友就问 说长期喝牛奶的人 跟长期不喝牛奶的人 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种关于喝牛奶的问题 张大夫想从自己一个临床大夫 或者说作为一个普通人 咱来说几句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大家非要说这个事 能举出千千万万的不喝牛奶的人 长寿的例子 也能举出千千万万的喝牛奶 人最后长寿的例子 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是咱不抬杠这个事 我说说我自己亲身感受 我的爷爷是哥俩 我爷爷的哥哥我叫大爷爷 我的大爷爷算是公务员 或者说以前叫干部 所以说生活条件 尤其是也在大城市 生活条件比较好 人家喝了一辈子牛奶 到老年我这个大爷爷不弯腰 身体身板特别笔直 而且看着那个精神状态 比我爷爷年轻 我爷爷没上过学 在老家就是一直种地 农民种了一辈子地 我爷爷在七十岁开始 就开始弯腰驼背 这个人也比我大爷爷显得苍老 如果从这个角度讲 我相信 我的大爷爷一直坚持喝牛奶 我记得 他一直坚持喝牛奶 这个习惯 应该是在他最后 这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上 一定是发挥了一些作用 毕竟喝奶 咱不说别的 优质蛋白质补钙 这个的确是存在的一个 非常好的这个营养物质 但是又说回来 我的大爷爷呢 活了八十六岁 而我的爷爷呢 弯腰驼背的 中间还历经了一次大骨折 都是我自己给老人折腾的 找我们同学做手术 最后现在也恢复的不错 生活能自理 现在九十了 那么你要从这个 这个哥俩啊 基因基本很类似 很相似 相似度很高 这个寿命呢 我爷爷更长一些 你要从这个角度说 那又觉得 哎呀你说 你看你大爷爷 喝了一辈子牛奶 也没有活过你爷爷 实质上 这些角度啊 这个都不好说明 从一个个案说明 到底喝奶好不好 好多朋友会说 说张大夫 你觉得喝奶好不好 我个人的感受啊 我还是比较推荐 有喝牛奶习惯的 我自己也坚持喝 因为呢 这个牛奶当中啊 营养比较全面 一个是补钙 优质蛋白质 提升免疫力 包括让咱们的骨骼更健康 从这些角度讲 营养学角度讲 绝对说得通 如果非要张大夫提个意见 就是广大的 如果说有血脂问题的老年朋友 需要让低密度脂蛋白 干油三脂等指标 达标的老年朋友呢 可以喝牛奶呢 选低脂或者脱脂牛奶 这样的话呢 又摄入了钙质 蛋白质 又少摄入了这个脂肪 希望我今天的介绍啊 能够帮到手机前面 关注这个话题的朋友们 如果大家觉得 张大夫今天说的 这个挺接地气 不错 我们老百姓既能听得懂 那又有道理 可以点关注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身边 关注这个问题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颖大夫